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Ryder 非常感謝你們再次回到我的頻道 我們又回來方舟寶可夢競技場的影片啦 那之前呢 我們讓寶可夢挑戰的SCP-096 以及後來又挑戰的SCP-682 都受到許多觀眾的喜歡喔 那有非常多觀眾都還想要再看到寶可夢來打各種生物啊 所以今天呢 覺得一樣是準備了對手要來跟寶可夢挑戰看看啦 那如果說你是沒有看過前面的影片的觀眾呢 Ryder還是要再提一下 方舟寶可夢模組第三季呢 博士們有提到模組的部分目前還沒有完成啦 所以要等到全部都弄好呢 才有辦法公開讓Ryder去玩 至於要等到什麼時候呢 連我自己都不知道 因為連我都在等啊 所以只好讓寶可夢來這個競技場打打架 活動活動筋骨了 好啦 那如果說你也是喜歡這個系列 還想再繼續看下去的話 可以先幫我影片點個喜歡 還沒訂閱的觀眾呢 也可以按下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這樣你不會錯過Ryder更新影片的動態啦 來吧 我們回到這座神聖的競技場當中 先來帶大家看一下 我們今天Pokemon要挑戰的對手究竟是誰啦 欸不對 你們看封面就知道是誰啦 算算算沒關係 反正還是要給你們看到的 我們今天Pokemon要挑戰的對手就是他 警笛頭沒有錯 那這隻警笛頭呢 跟Ryder之前在Pokemon第二季的時候 有登場那個警笛頭不太一樣 這隻比較有大家認識的警笛頭的樣子啊 所以他身上沒有那種金屬鎧甲的 原汁原味的警笛頭啊 有沒有看到 感覺非常的兇狠 手非常的長 瘦巴巴的 很恐怖 那Ryder現在目前是隱身狀態喔 所以他看不到我 我解除隱身狀態就會打我了 但是不要打我 你的對手不是我 你的對手是我的Pokemon 那我們先回來 那今天要來挑戰警笛頭的呢 不是什麼神獸也不是什麼幻獸 而是我們經典的御三家 噴火龍 鳥蛙花 以及水劍龜 那分別都是Mega進化的喔 相信有看過Ryder拍的方舟寶可夢的觀眾 應該都記得絕大多數的神獸呢 在方舟上面是沒有招式的 但是這些Mega的Pokemon就不太一樣了 對啊我們一招一招 放給各位看 怕大家要忘記 像是我們的老伙伴老噴呢 除了普通攻擊之外呢 老噴也一樣是會噴火的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不小心 我不小心把水劍龜跟喵蛙花給噴死了 唉唷老噴 你噴這麼大力幹嘛啦 NGNG再一次再一次 火太強 直接把兩個夥伴給噴死 那喵蛙花呢也一樣是有招式的喔 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拉遠一點 那喵蛙花呢除了有我們的藤鞭來做普通攻擊之外呢 他還有毒粉末 唉搖一搖搖一搖 傻的到處都是 放臭屁啊 呵呵呵 這招應該也是有殺傷力的啦 對於緊敵頭來說的話 對反正就是他有這兩招 那至於水劍龜的話呢也一樣 他也是有招式的 他同樣也是有普通攻擊之外 他背上那根大砲 嘿 哇啦也是可以噴水 欸沒有奧花沒有奧花你怎麼了 怎麼了 突然衝到鏡頭來嚇我一跳 哈哈哈 怎麼辦 這三個都有點失控耶 我很怕他們打不贏緊敵頭 哈哈哈 唉不管了 我們先打再說 好不好先打再說 你們就先回來吧 開打之前呢一樣先幫他們補個血 補好補滿 不要有缺血的狀況上戰場 好來吧 我們可以準備出發囉 好那一開始不知道雙方的實力 究竟差距有多大喔 我們先一對一啊 我們不要三打一 對阿現在緊敵頭有點不耐煩了 我們趕快開始吧 去吧妙娃花 妙娃花現在追著緊敵頭 那緊敵頭完全都不理他喔 妙娃花使出騰鞭 但是沒有打到緊敵頭 欸他使用毒粉末 也完全沒有反應 欸有了有了有了 緊敵頭嘻笑了 緊敵頭嘻笑了 他追著我們妙娃花打 但是好像都沒有揮到 到底有沒有打到呢 那我們妙娃花一直很努力的 對他的腳使用騰鞭 但是毫無反應 毒粉末好像都對緊敵頭有效果喔 可是緊敵頭好像打不太到 我們看一下他們雙方的血量 欸等一下 緊敵頭的血量 有被扣到欸 對他有被打到他有被打到 喔喔緊敵頭 緊敵頭 緊敵頭跑掉了 這什麼鬼異的姿勢啊 好噁喔 他怎麼有這種姿勢跑步啊 那現在妙娃花一直追過去 他不想要放棄最後的機會 加油妙娃花 衝啊 好可愛喔 欸這肥肥的殘徒一直追著他跑 衝啊衝啊衝啊 跑快一點跑快一點 緊敵頭 緊敵頭不要走 緊敵頭 喔緊敵頭站起來了 緊敵頭站起來了 緊敵頭 他回復正常了 他現在持續的吶喊 到底有沒有辦法對妙娃花造成傷害啊 我們站遠一點站遠一點 現在只看得到我們的妙娃花一直持續攻擊緊敵頭 但是緊敵頭好像都沒有打到他欸 啊倒下來了倒下來了 緊敵頭倒下來了 What 緊敵頭輸了嗎 緊敵頭現在是昏迷了是嗎 可能是被麻痺了是吧 妙娃花的粉末攻擊 那現在我們妙娃花 要持續用他的藤鞭 鞭打著 緊敵頭 慢慢耗他的血喔 那緊敵頭到底有沒有辦法在他血量 被妙娃花鞭打完之前 蘇醒過來呢 喔緊敵頭 緊敵頭輸了 他輸給了我們的 Mega妙娃花啦 他這次真的倒下了 看來他應該是被我們的妙娃花的粉末給麻痺了 所以沒辦法動彈啦 好我們換場換場 那第二場輪到Mega水箭龜對決緊敵頭 那水箭龜呢他沒有麻痺的技能 所以不知道打不打得贏喔 開打 衝啊水箭龜 水炮他 欸有打到打到 喔喔喔 他把緊敵頭打退了 真的假的 他那個水炮攻擊 欸真的欸 他那個水炮攻擊 可以把緊敵頭打退 那緊敵頭 他一直揮一手 但是揮不到 任憑水箭龜抱著他的腳腳攻擊啊 緊敵頭加油啊 不要讓支持你的觀眾失望啊 現在我們水箭龜一直普通攻擊喔 他現在已經沒有水了是嗎 他沒有用水炮攻擊了 現在我們的緊敵頭一直在嘶吶喊喔 這個到底是什麼東西 一直在我腳邊 我又打不到他氣死我了 哈哈哈哈哈哈 嘿喲 我覺得我等一下我要來一場三打三 三就是緊敵頭對決御三家 這樣打起來應該 就可以看得出來到底哪一隊比較強了 換個方向 水炮攻擊 又把他打退了 但是緊敵頭又追上去 哈哈哈哈 我真的覺得緊敵頭跑步的動作超噁心的 很符合他那種瘦巴巴的那種感覺 但是他好像 還是打不到我們的水箭龜啊 明明這麼大一個龜殼在這邊你都揮不到 你在搞笑是嗎 你要不要去配個近視眼鏡啊你 OH SHIT 緊敵頭 水晶龜也倒了 水晶龜也不見了 所以在緊敵頭倒下的那一瞬間 他揮到了水晶龜了嗎 真的假的 水晶龜也不見了 他緊敵頭 對然後緊敵頭也掛了 所以這場算同歸於盡嗎 好 那我們 準備第三場比賽 第三場戰鬥輪到我們最不愛打架的老噴 來對決緊敵頭 老噴你準備好了嗎 開打 衝啊 老噴 老噴直接衝過去噴他 噴射火焰 很敏捷喔老噴 他在我們的緊敵頭的腳邊穿梭 雖然他飛的有夠慢的 繼續噴繼續噴就是這樣就是這樣 加油老噴你可以的 去幫水晶龜報仇 欸 欸老噴 老噴不見了 What the fuck 欸 老噴就這樣不見了 他被打到易次元了嗎 直接秒殺欸 我還講說老噴出場很帥 一出場直接噴射火焰 結果 帥不過三秒 好啦我們接著準備三打三了 來吧 最終決戰三對三 我們的御三家 來去對決三隻緊敵頭 到底有沒有辦法靠著妙蛙花的麻痺 讓三隻都倒下而被打敗呢 開打 衝啊 妙蛙花 靠你的靠你的 靠你的麻痺粉 開打開打 喔他開始灑了開始灑了 喔有一隻倒了有一隻倒了 第二隻也倒了 OMG 妙蛙花可以一個幹兩隻啊 那至於我們的老噴 以及水劍龜 還在對抗其中的一隻緊敵頭 到底有沒有辦法打贏呢 用力用力 緊敵頭加油 那另外兩隻 就讓原地罰貴這樣 哈哈哈 哎喲 好兇喔 哇 完了完了完了 那一隻也倒了 這一隻居然 被老坑還有水劍龜2打1給打趴了 哇 這一隻 也死掉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扯喔 我的天啊 有一隻妙蛙花就足夠了啊 他只要放毒粉末把對方弄倒 剩下就任他宰哥了 而且只剩下這隻緊敵頭 你們不要把他收掉嗎 哈囉 哈囉妙蛙花 哈囉水劍龜 你們 你們不把他收掉 讓他跟兄弟們團圓嗎 重點是噴火龍 你飛那麼高幹嘛啦 你要出去了是不是 哈哈哈 好的 我原本以為三打三可能會緊敵頭獲勝 結果沒想到 妙蛙花 一隻就弄倒了兩隻啊 那剩下最後一隻呢 就讓水劍龜跟噴火龍去圍毆他了 不過有招式的確是還蠻好看的啦 不然像那些神獸都用普通攻擊打一打去 都不知道有沒有打到 對啊用招式打起來比較過癮嘛 是不是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先到這邊暫時告一段落 如果說各位還想要看到我們寶可夢對決什麼樣的生物的話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啦 那我們下一隻影片再見囉 掰掰 勇士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我按個暫停 等一下 勇士 勇士你屁股黑黑的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胎記是嗎 哈哈哈哈哈哈 唉呦勇士的腿被打好開喔 繼續繼續 用力啦 用力啦